今天會教大家做牛油果蝦子菜杯 會是一個可愛的下午茶idea 下入壽司醋去拌一拌 家裡有壽司米就更加好 拌好醋之後再加芝麻 蝦我們已經剝殼和去蝦腸了 切小粒 切小粒 現在就拌醬汁和洋蔥 先加洋蔥 這個我們用了胡麻醬 但其實是普通的沙拉醬 即是蛋黃醬 也就是這樣 再加紅椒粉 說明是紫菜杯 所以我們也有一些小杯 它比較厚 所以這張紫菜可以做兩個 如果你是那種焗蛋撻的 或者是一個焗盤有六格的那些 那就可以一張紫菜剪四份 但我們這個呢 只可以剪兩份 輕輕 這樣 真的要輕輕 因為紫菜很爛 然後呢 就放這個飯在裡面 裝飯之後呢 就在上面放上蝦 鋪好了 用小指200度 或者滑時400度左右 焗它15分鐘 加上蝦片 加上蝦片 最後在上面放三四塊牛油蝦片 可以搬上芝麻做妝容 睡覺 中央中央了 中央中央了